确认过了吗 我们的手续合规吗 这 之前是合规的 可 可有人不让我们家孩子上学是吗 那真是太可惜了 淼淼这么优秀的孩子 可我们幼儿园没有缘分了 还愣着干嘛 请苏小姐滚吧 在一个星期前 蓝氏收购了新阳国际幼儿园的全部国费 现在这里我说了算 高小姐 你有什么疑问吗 就凭你啊 合同呢 文件呢 正在胡说 不要你 还有副印件 高小姐要看吗 苏淼淼 你这第一天上学就和同学打架 是不是不对 我打他们有错 可是他们欺负同学也有错 还降嘴 这节课你就站在外面 以后不许和同学打架 你来干什么 你是为我而打架的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罚着 有义气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水淼淼 苏总 你看要不要给苏淼同学 安排一个单独放学通道 不用了 这样只会让别的同学孤立她 正常安排就好 狗腿子 妈妈 这是我的新朋友水淼淼 妈妈 妈妈 你还好想你 那说什么 这是我妈妈 你还是不是认错人了 你还你的妈妈在那 这是你和沈万言的孩子 不要 怎么 我不能有孩子吗 可你明明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想要个孩子不是轻而易举 你用尽手段 不想让我嫁进沈家 我偏不如你愿 坏了 别动 走念 妈妈带你回家 怎么回事 你还对这首歌有些应急反应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我们已经把这首歌 从歌单里删除了 删了 是高小姐后来 又让我们加她 不管科技多烦的 这都不可能是她的孩子 我以后不想在这 听到这首歌 是 苏总 一定是我眼花的 怀惜她怎么可能还在进度 人还没找到吗 从目前情况看是的 不过 我们还没找过 南州的几个国家 也许 苏小姐现在正好在南州 行 我知道了 去吧 是 把死人也查一遍 我就不信了 这么大个人还能人间蒸发了 好 颜哥哥 你今天来接念安 怎么没跟我说一声 念安今天过得怎么样 爸爸 我今天在学校看到妈妈了 小笨蛋 你不是每天都能看见妈妈吗 我真的看见妈妈了 我真的看见妈妈了 对了 颜哥哥 我们晚上吃什么呀 你不减肥了 也是 为了新电影 可以再说点 我们走吧 颜哥哥 下周末爷爷大寿 我给你和您安定的礼服做好了 最近拍戏太忙了 辛苦您自己去取一趟 好 知道了 谁让你睡这儿了 颜哥哥 月月好想你啊 你的房间在楼下 可是月月怕黑 你不是知道的吗 这个好看还是刚才那个好看 都不好看 凭什么你的是定制的我就没有 妈妈 你怎么在这里 闪念安就算我们是好朋友 她也只能是我妈妈 念安 念安 你看这个 怎么会啊 刚刚真的不是人 帅叔叔你怎么来了 他是我爸爸 他为什么不能在这 他是你爸爸 那你能不能让他也当我爸爸 我就允许你叫我妈妈妈妈 你们俩刚刚有没有看到一个 没有 念安 你怎么哭了 我肚子还好痛啊 哎呀 不会是急性来尾炎吧 我妈妈说 这种病可是一分钟都不能吐 帅叔叔你快带他去医院吧 妈妈妈在和一个人玩捉迷藏 你们帮我赢了这局好不好 作为奖励 如果你帮我赢了这局 就带你们两个出去玩 左面 蓝总 明天和沈氏集团的签约 您要亲自去吗 蓝氏虽然没成立几年 但是在行业内已经有口碑 之前 玉才国际幼稚园的案子 我们有过合作 这次来的是蓝氏的大股东兼执行董事 蓝锡 沈氏集团 沈文言 十点零一 沈总还真是会卡点啊 苏华熙 怎么是你 怎么不能是我 来了就开始吧 合作愉快 我们 要不要到楼下咖啡厅坐坐 合同上还有些细节 还没有处理好 合同让你助理完善 再发给我就可以了 华熙 我们 可以坐下来聊聊吗 不怕我再甩什么 下三满的手段吗 谢谢沈总请我吃饭 请问还有别的事吗 你 什么时候回来的 和工作无关的事 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回答 我和高月没有结婚 那我回来的正是时候 爷爷不是说了 他要在寿宴上 宣布你的婚讯吗 敢和我抢男人的 你是第一个 妈妈来晚了 不过这才符合老妈的人设 苗苗也在这里上学吗 对啊 我们是同班同学 苗苗的超人迟到了 要不要让老师给他打个电话 千万别打 千万别打 喂 老师不好意思啊 那个 我堵在路上了 你让苗苗在门口等我 那我让交通部 给你瞧瞧信号灯 爷爷 你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 下周末有没有时间呀 您亲自通知我 怎么会没有时间呢 你这丫头 我还交了你父母一起 千万别迟到 绝对不知道 绝对不知道 还有一分钟 千万不能迟到 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 今日还有一喜事 我孙子温延和孙媳妇怀西 下个月就要复婚了 苏怀西 你好手段啊 六年 竟然想通过沈氏顺重回世家 不是谁都把沈太太的位置当作吧 这件事我会跟沈温延说清楚 灯灭一套背后一套 你装给谁看呢 到了沈氏顺灭前 还不是和哈巴狗一样 有没有一种可能 现在的我已经看不上沈家了 摄氏顺好 你